明星正在指示 開發的流程中 透過Git跟DevOps的工具和方法 以及合適的團隊平均策略 東西均大亂鬥的情況 關於你的程式變更中 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好 大家早安 那個聲音可能會互相干擾一下 這個主題 今天這個主題 然後我是KKKabony的金凱 然後就是大家早 然後我現在是任職於KK Company的研究中心 然後擔任主管一職 然後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 就是分享一個我質疑中 有幸參加一個比較挑戰的節目的項目 他就是要開發一個日本地區的電視 跟隨選電視服務的推薦系統 然後在我的個人生活中 我還有幾個身份讓我自己感到很自豪 就是我同時是一個可愛孩子的爸爸 然後自從當了爸爸以後 我大概才開始懂得怎麼說人話 就真的是原來這就是溝通 那所以孩子也就是我的另外一個小孩 另外一個老師 此外我平常也會進行一些 德式桌遊跟重量訓練 那這些嗜好就豐富了一些我的業餘生活 然後幫助我一些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那在進入正題之前 我先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目前的電視產業趨勢 然後讓你了解說 我進入了這次的挑戰的一些 context 大概就是寫程式打電動 然後寫書開課 然後反正做這些事情 現在全球的服務啊 電視線上已經的那個中 就是從2016年起 也就是疫情之前 線上的視頻 包括YouTube、Netflix 在短短的四年大概訂閱數增長了四倍 然後占到11億的人這麼多 那對此來說的話 相對來說 傳統的電視的訂閱數量 反而下滑了5% 然後而且已經遠遠被超過了 這已經反映了全球的觀影習慣 就是已經有一個顯著的變化 那另外一個在今年最新的一份報告裡面 有提到說 全球的電視訂閱用戶的數量 已經達到了飽和 飽和是什麼意思呢 飽和其實就是說 大多數的用戶者 其實都已經有了七個訂閱來源 所謂的七個訂閱來源 比如說YouTube Premium KKBOX 然後Netflix 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平均就已經達到七個了 還沒開始 然後這表示已經大概到達了天花板 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講的是說 當擁有更多這種來源的用戶的時候 其實它的也更容易就會是 決定要Switch到另外一個帳戶上面 它就比較不留情意 就表示說這些消費者的選擇 已經變得越來越挑剔了 不知道怎麼寫測試的 讓我知道一下 那從全球我們現在慢慢聚焦到 今天的主題就是日本的市場上面 在2020年日本的市場跟全球是一致的 就是大概在線上的影音平台 也是成長了36% 所以這件顯示的是日本的觀影習慣 也同樣的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那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趨勢 是日本的五大民營電視業者 就自己成立了 我們聯合成立一個Tiver 線上電視平台 那在差不多這個時間的時候 就是KK Comini 其實在日本市場也有一些客戶 那不一樣的地方的特色就在於說 這些有線店者 它的在付費電視頻道裡面 它是佔有領導地位的 它的用戶其實是佔九成 這件事情是大部分其他地區看不太到的 所以它其實本身裡面就有很強的領導地位 但是它也知道現在時事正在變 所以它需要面臨一些轉化的這些挑戰 真的 這比較正常一點 那我們在接著客戶的時候 我們幫它打造的 當時它同時提供了電視的服務 就像是凱博 你可以看到它們裡面的電視 它也會打造自己的OTT的平台的服務 那我們也會幫他們做這件事情 就自家的VOD的Library 那我們當時就幫他們這兩個平台 都各自做了推薦系統 然後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相互獨立的 你可以想像一個凱博的消費者 它基本上是我買了這個服務之後 基本上第一個Tier 就一定是可以看電視跟有網路 那VOD有點像是在額外的加值服務 所以你可以想像 大概假設我有100客戶 我可能只有20 30個客戶 會在額外付VOD的費用 那我現在有點希望說 我可以透過讓 我們同時有電視的觀影行為 可不可以幫這些用戶更輕鬆的找到說 其實VOD裡面也有你感到興趣的影片 那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一個交叉的互相綁定 然後這是我們談好一個覺得比較挑戰性的事情 那你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主軸 其實它不是有心啦 就東西掉下來砸下來之後 在隕石前面你什麼都不堪一擊 OK 所以今天的主軸是 這個串連這個TV跟VOD之間的視野 對你要先解映 然後東西就掉下 那可能是你的老闆跟你說 你可以想像我剛剛在那邊講的是 同時我們有電視一個服務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背後要跑推薦系統的話 我們拿到的資料 就是電視的節目表 然後我們會有各個節目 它的title 它的簡數 時段 日期 告訴我大約什麼時間 在final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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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客戶跟你說我要第一個版本 有吧 遇過吧 所以這種東西如果說假設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處理這種東西 如果假設你有用KID的話 抱歉各位就是我們設備上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想要暫停的5到10分鐘 那就是讓我們先把這個問題處理好 不然其實這樣對講者跟大家 其實都會影響到就是效果這樣 那就麻煩大家給我們一些時間處理 謝謝大家 那大家也可以稍坐休息 哇 那我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大宇 大家一致你們的情報 好 稍微的冷暫一下 好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繼續問 好 來 來 有沒有在用反控軟體 有沒有在用反控系統 我來問一下 不動 有沒有沒有在用的 舉手讓我們知道一下 好 欸 記得喔 待會兒來跟我要說那個算黃色小紋那個 你來跟我拿個影片 我給你成分理出 加油 有 有在使用 我是使用sdn cbs的 有嗎 比較少欸 這個應該東西真的開發球 來 有用git 有嗎 OK 感謝 感謝 別管我事啦 我只是慢速 我只是結束而已 後面聽得到嗎 還OK 好 還有沒有 第四種的 你用這個 copy pass 有嗎 這個也是反控 不要假裝這個 這個很厲害 這無敵的 這東西不會掉 你只是知道它是無敵的 你只是知道它是無敵的而已 這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好 我盡量大聲一點 來 我盡量大聲一點 來 分支 對於git來說 因為git有很多的分支 例如說 有很多種流程 例如說 我就是不要分差 我不要做分支 我就從頭到尾一個master 一個man從頭到尾 這OK的 如果你選擇是git flow的話 那個git flow detal到尾邊 所以要不是 所以我要全部 對於快速 對於是 你再不記住 這什麼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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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音测试 好 看起来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里面 好 谢谢 好 那个 我从重点这边开始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讲就是前行提要 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刚好就是代表KA Company在日本的市场 帮日本第一大的那个有线电视公司 然后去帮他们做推荐系统 那这家服务公司它同时提供了电视的服务 所以你要做电视的推荐 例如说你可能现在常常看哪些频道 或者是常常看哪些节目 你现在可能时段到 我就可以告诉你说 你现在可能又想要看什么频道 或者说明天你有可能想要预约的电视节目 那就是帮你做电视节目的推荐系统 然后同时它也提供另外一个加值服务 就是你额外再多提供一些钱 end user再多提供一些钱 那我们也会有自己公司的VOD的platform 那你可以自己进来看随选的影片 那我们也帮他做推荐系统 然后但是这件事情的话 等于就是额外再多出来一些服务 就是各自是独立做的 那我们现在的core 就是想要解决的问题是 想要做交叉交错的一个互相推销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 都只有付看电视的钱的费用 只看电视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说 其实我可能发现VOD里面 你有想看的 你现在正在追的剧 现在VOD你不用追 都在加上都有了 或者是说你可能喜欢谁的作品 现在它的系列做在VOD上面都有了 那要达到这样的事情 就需要将TV跟VOD两边的资料做一些合并 好 我已经很快的先把前面做一些简单的summary 然后所以这次刚刚这样讲的事情 就是希望达到一个VOD跟TV之间串联这个视野 然后在达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先从手上有的素材 就是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工作的时候 我手上有什么素材 来跟大家稍微简单讲解一下 那TV这个方面 就是这个轨道上面 我们看到的拿到的资料 大部分是文本的资料 那很容易想象 从你们这样想象的话 就是用电视节目表 我大概拿到的东西 就跟电视节目表很像 你会看到像是这张图的左下角 你会有日本关东地区 关西地区 然后可能东北地区 九州四国不同地区 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节目表 不同的频道 然后不同的时段 各自都会有什么节目要上映 那这些节目里面 它可能只会提供你一个可能 256个字以内的一些Description 告诉你这是什么 例如说你可能今天在看龙翔电影台 它只会告诉你说 要播周星词的苏企鹅 然后你点进去以后 它可能里面就是三句话 在讲苏企鹅讲什么事情 那这边就是TV有的一些text的资料 然后在VOD相对来说 它就丰富比较多 VOD的话 你可以看到右边是一个范例 我们会拿到对应的 就是大概这个系列里面的名称 它的类型 就是Shenra 然后或者是它的 深优演出者或者是Description 然后这边就是两边的资料 必须要进行一些Alignment 那希望想要对End User 达到的目标就是说 我知道你常常在看什么节目 或者是我当下判断 你现在在点什么节目的时候 我告诉你VOD 你可能恰巧 可能也感兴趣什么或什么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投放给你 那这就是希望可以达到的主要目的 那刚刚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例如说什么时段 例如说你想要追的剧 现在都已经在VOD架上 这件事情是比较直觉的 那我们想要 但是我们都会知道说 电视节目的内容的范畴 一般来说会比OTT的Library 广泛的很多 你可以想象它可能包含了 新闻 众议 然后体育赛事 然后音乐 宗教 可能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节目 你怎么把这些的行为 观看行为 转化到你的VOD 那OTT里面这些事情 它没有这么的直接 可以弯弯地Mapping过去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中间的点 有一些DOT 可以帮助我们把它连过去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 日本可能有知名的保种乐团 它表演过非常多不一样的节目 那其中有一个是东黎剑游记 那所以它可能会告诉你 它在电视节目表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表演 但是在动力剑游记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它背后的合作的编剧是 徐渊玄 那这位编剧其实它在跨界里面 可能在动漫 也有很多涉略 例如说 例如说有右边这两部影片 恰恰也在我们的Library上面 那这件事情 就可以把它给串联起来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可能说 我希望建某一种Graph 或者是Dot的Connection 将两边之间缝起来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碰到了两个大的困难 第一件事情就是Data Silo 或者是称为数据孤岛 另外一个是数据的颗粒度问题 然后可以下一页会再讲 那所谓的数据孤岛在讲的事情是 陈如刚刚所说的就是 电视跟VOD里面的MetaData 两者之间不会有告诉你说 这个ID就对到这个ID 直接帮你Link 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你要自己去找出来 那这就是变成我们的一个课题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OK 所以一个对一个连吗 其实没有 我们后来发现 电视节目的颗粒度 跟VOD的颗粒度 其实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VOD的颗粒度 可能会因为客户的服务不同 大概可以推荐的等级 就是分为Series或者Season 那右边放了一个 简单的继承架构图的想象 就是你可以想象 举个例子 例如说 《冰与火之歌》是一个系列作品 就是Series 《冰与火之歌》第一季 那就是一个Season 那Season里面可能就1到10集 所以它有这种不同的层级 在VOD Library里面的Entity 就是单位 基本上你可能会看到 1 2 3 4 5 看到5个点在里面 在电视上面 你可能看到是下面这三个蓝点 这边的对应上面 就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那你会觉得 那就直接蓝的对蓝的就可以了 那MetaData在储存的时候 其实为了某些节省的原因 它的共同 Common的一些元素 有时候会从 一匹手抽起来 放到Series或放到Season 这些不等 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些 在Alignment上面的困难 OK 好 讲完了 可能了这两大挑战性之后 我们就想来谈一谈 说我们怎么来 想要打破这个资料孤岛这件事情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边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一边就想到说 其实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得更远大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 接近娱乐产业的知识图谱 然后把相关的作品连结 或者是人物 然后都可以连结起来 毕竟我们不会只有一个专案 我们可能有多个专案 我们这样多个专案之间都可以相互连接 那知识图谱是什么呢 知识图谱是一种结构化的知识库 它以一个图 或者也有人称Graph的形式 把它实体地将人地跟物件 把它以节点的方式 跟编的方式去做一些连结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整合 然后变成一个 很像一个资讯网络 那就增强了资讯的可搜寻性 那也增加了一些支持了某些复杂的查询跟分析 那这件事情其实被广泛利用在搜寻 推荐 或者是SNA 或者是AI里面的领域 都有这些事情 那下面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想象说 我今天假设我的服务里面 就要跨电视 VOD跟音乐 那有什么东西 可能可以把这三指串联 那夏野红是日本一个很知名的声优 然后他的代表作 就是《鬼滅之人》里面的《我七三亿》 他就是代表他的声优 然后同时他也有配进几的巨人 然后同一个时间 他也是出过专辑的歌手 其实那比较建议他的本业 那因为他是艺人 或者是声优的关系 他也曾经上过电视节目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 他可以当中间这个hub 把不同产业的这些人事实物 给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件事情 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那回过来 就是看我们公司内部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整理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 我们公司的团队其实早期 是以专案为核心 那其实专注的是要帮某一个key account 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所以这种做法的背后是将每一个客户的资料 都会储存在某一个data warehouse里面 然后之间彼此是不相连 这背后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就是当时会认为说这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 然后商业竞争 就是所以做了这些决定 那但是随着我们的客户 你可以想象这个 Wayl House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 就是不同的 可能不同的专案 也会有不同的经营的管理的方式 个别处理这种方式 在初期是帮客户提供了高度自制化的解决方案 然后但是后面就会产生比较错终复杂的一些数据仓库 那这个数据仓库就会引发组织或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演就变成越来越明显 所以现在我们的团队公司内部 正在往平台化的方向发展 就同时也在做这些事情 那为了实现更高效跟透明的一些数据管理 那我们就是对这个兴趣详情来说的 感到兴趣的人 今天不会讲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明天早上有另外一位讲者 就是Sam 他有个主题 就是在讲说 平台开发模式为大型VOD系统 建置Metadata处理系统 所以想要补完这一块的人 就欢迎明天就早上再来听这一场 那OK 回来这边 就是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 我们的不同的Warehouse 可能是以不同的客户为一个单位 建立出来一个小的孤岛 然后这个客户可能同时有提供音乐服务 客户A可能提供音乐服务 客户B可能提供电视加VOD 然后C都是不一样的服务 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帮每一个客户 先做出适合他的知识图谱 然后各自的图谱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图谱 再拼凑成一个大的图谱 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那整个中间做的事情最挑战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Entity的Alignment 就是每一个Graph 上面的这个小Graph的点 对到下面小Graph的一个点 或者是多个点 那该怎么连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要提的这个挑战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们大概执行的步骤 很粗略地说就是分成大概四块 那就是评估 修复 丰富 还有维护 评估的意思就是大概 等一下的章节会依照这四个part 逐一去讲这些事情 好 我们先从评估开始 评估就是说我们虽然手上有的这些资料 那我们来做推荐系统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什么地方需要被改善 那这边简单来说就是 推荐系统基本上 它很高的几率都仰赖于用户行为 或者是你的Metadata 然后你的Metadata假设有一些缺陷 会造成推荐上面的某一些失误 或者是不恰当 不适性 这种不适性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就是说 该推的没有推出线 这件事情会发生的事情 会发生的原因其实就在于说 你可能有演员的名称不一致性的问题 举例来说 在某个entity里面写它的编剧叫做虚渊选 但是另外一边打的虚渊选的code coding是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entity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会连在一起的 所以Graph来建设你会看到是上面一条path 跟下面一条path 那你可能在推荐的时候 那你就会少连接到cyclepath 就下面这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是 就比较糟糕了 是不该推荐的可能就忽然浮出水面 那发生的这种原因的导致的meta 导致的meta data的那个缺陷可能的原因是 例如说是重复的内容 举例来说就是你可能会在某些原因 等一下后面会举到 就是说你可能让一个连结 就是其实下面可以连的东西 重复的东西出现了太多 那也会造成你在推荐的时候跑出来 就是怎么重复的东西出现了这么多 那就给客户比较好像留下不专业的印象 那更糟糕一点是万一你的分级内容出错 那就等着会被爆披零 好 然后下一个部分是修复跟清洁 修复跟清洁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TV跟VOD这两者之间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 各自成了一个data silo 没有ID可以将两边的entity 去相互去连结 我们唯一有的可以寻的东西 比较像是从文字面上面去看 所以我们就会从文字上面去打磨 怎么做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从文字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容易理解的都是从symbolic的方式 来做一些alignment 那为了达到symbolic就是只有字符上面的对齐来判断的话 那一些简单的方法 例如说达到标准化 就是我们把数据就例如说 该统一格式的日期统一格式的 该全部用片假名的 该全部换成英文大小写一致的 全部换小写 然后全部都把它调整成一致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能可以去做到一些简单的去重复 或者是合并重复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建立一些heuristic的方法说 这两部影片名字真的非常的相似 而且年份再加上片名相同 那我就可以先把它merge起来 那最后面我们可能在从字串比对的时候 我们就去设一个stature card 说到多少的时候 可能我有信心觉得可以 那就进下一个stage说 最后一部就是人说 整个目前排的情况好或不好 那symbolic大概就可以做到这五部 那所以举个例子 例如说其实有一部影片叫做 无间到风云 或者是台湾应该叫神鬼无间 然后这两件 这部电影其实它是同时有 这两个都是官方的 都是官方认可以的 就是中文翻译地区 这可能是因为地域性的差异 所以就不一致 然后这边可能你可以采取的方法 就是将这样的title去建立 alternative的name 就是电 所以你去建一个array 就是把该东西合法 然后官方承认的就把它放进去 去把它补齐 那就可能就是 你就是用一些heuristic rule 然后用人工去把它补起来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样的 是即使就算官方认定也没有问题 你会看到例如说最近比较红的咒术回战 咒术回战在我们的客户的library里面 它的title的名称是第一行 会写怀孕 欲责 然后涉苦事变 然后但是假设你去filmmark filmmark其实就是日本的imdb 日本动漫电影的一个大长库的imdb 你要去那边爬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样找是找不到的 你要补上第二期才能找得到它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第三个 是电视 我刚刚讲说我们电视节目的时候 上面不是会播放吗 它播放的时候前面日本的一些地区的习俗 或者他们约定成熟的一些convention 前面会用一个中瓜糊加某一些字 每一个字都有特别的意思 例如说所谓的箭桃 这件事情是指说这个电视最终 我们公司会帮你录起来 然后放到VOD的library里面去 然后所以它就帮你打了这个mark在这上面 所以同样的名字 你会觉得这好像都很像 但是又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做detupe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找出这些一些规则 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找了找了 Symbolic好像极限就差不多到这边 大概可以做到六七成好 但Symbolic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 其实简单来说可能是 同名异物这件事情 就是假设Symbolic就很直接去踩的话 你可能踩到了盲点 就是例如说巨星的诞生 其实这部电影 就是A Star is Bone这件事情 其实在不同的年代 都有一些作品 其实都有同名的作品 但是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那所以表示直接用Symbolic 就一根方法直接去搓 是可能是不一定有效的 你可能要再用鸡尾角聊法 就是考虑一些别的东西 那第一个可以考虑的 比较像是Sematic Alignment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它的描述 我们可不可以从它描述里面去猜说 这两部在讲的东西是不是一样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 就是语意上的了解 所以你需要一些model去猜说 这两者之间讲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再来第三个方法就是 其实每一个entity 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连接到 它对应的人 我们刚刚讲entity的时候 很容易第一时间想象 每一个entity都是一部电影 或电视影剧 但是其实一个entity 也可以是一个演员 导演或者是歌手 甚至同一个entity 假设是以人为本 它搞不好它同时有多重身份 所以其实你还可以再加上 Sematic Alignment 跟Links to Person这个策略 去补齐前面这些方法 所以alignment有了这些方法之后 我们可以去想象说 我们现在下一步想要做的事情是丰富 丰富想要讲的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专案的metadata 就算手上拿到 你也有可能是会有missing value 而且proportion可能 比例可能不一定低 就有时候就完全是空了 你对不起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为了能够达到enrich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到说 我们内部ABC project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刚刚才需要去拿一些外部的 影员一些外部的资料 例如说就像是film marks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说 假设我们前面的刚刚讲的 symbolic semantic跟links 你都可以有一些方法 把它align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拿到额外的栏位或资讯 说把它填补上去 好 所以刚刚一步一步讲完 就是从ss 就是去评估 然后去修复 然后去丰富它 那最后面其实要讲的事情 也就是整个project要走的 觉得最困难的东西 就在于是叫做维护 因为这件事情 假设做完一次之后 它其实是需要不断 它有点像是不断动态 一直需要去更新去维护 然后要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是很老实地说 就是我们现在就还在进行中 没有完全走完 所以这边给的是一些practice 就是说我们正在怎么做 跟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做法 那一个是在 应该没记住 应该是21年的时候 Data Bricks 其实有提供了一种系统设计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这个资料 从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会有一个资料流 资料流就很像是一个跨公司里面 跨庞大组织不同部门里面 从最早的 可能从客户来的头档 到Data Injection 管收资料的人 然后到最后面 可能会跨各种不同部门 到最后面变成你Application 这里面每一步都可能 都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上下游之间 不一定彼此知道说 你做了什么 你加工了什么 你有没有做Dduper 或有没有做Dduper 会不会上游做Dduper以后 然后中间又把它拆开 然后再下游 又再做一次Dduper 会不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说大家就是有点遗管亏天 那所以Data Bricks里面提了一个大概概念说 假设你要从数据来源到最后面 你可以变成一个Data Application 这个资料的时候 他就给了一个比较大的方针 说你可以把它简单来说 切成铜银金三块的Stage 然后每个Stage在做的事情 他也只有给你一些Principle 就是说就是以我们的专案来讲的话 我们的来源数据可能有外部资料 然后又有说Film Mark 然后可能有Project A B C 或者是说客户A B C 然后我们可能会储存在某个地方 就是原始数据 那就是Data Bricks里面讲的同级这件事情 它的目的就是基本上 它是identical的 你进来是什么 我就不动 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 它的目的是为了做之后的历史追踪 然后去调查说 到底是在哪一层出的问题 这个地方都不会做任何的加工 然后直到赢这一层的时候 我们才会开始考虑说 做一些简单的Dedupe Symbolic的标准化 让我们开始后面想要做一些 比较广泛 可能多个Application的下游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先AdHoc的做一些分析 然后可以去评估一下说 目前的效果怎么样 可不可以拿A跟B来比 可不可以拿专案A跟B来做连结 可不可以拿专案A跟Film Mark做连结 那至少上面的栏位 Schema都是一致性的 这是在营这一层做这件事情 然后到最后面的Curator Curator就是基本上是一个Application 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料集 这些资料集考量跟一致性数据 又更挑剔一点 它可能会有效率性 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考量 然后它会克制到 这个Application可能需要什么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Application 有可能是说 我希望它最后一张是一张 娱乐界的知识图谱 那那个Graph就是所谓 就在我们的金这一层 或者是说 我今天假设都没有要组成一个大的 我只要跑推荐 那推荐该用的资料到最后一层 那就是要到金这一层 取决于你的Application 想要做什么事情 最后一层你会直接Access到最后一层 ETL的过程 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的资料上面一些 Transformation 那这些Transformation 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变化 那这个整个变化来说 就是我们最困难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是说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 说我最后希望有一张 很大的知识图谱 那大家对于最后这张 很大的知识图谱 它的正确性有办法验证吗 有办法说有个方法系统化一做完就说 它里面错误率一% 然后错的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去逼近它 说它现在有多好 那你要另外proxy去做这件事情 你有了那个proxy之后 所以你可能会一直不断地去修改 你整个pipeline中的一些变化 举例来说我Ddupe应该要拿哪些字 就是怎么做 你可能要嘛改的是你的call 所以你要改call的时候 你每次推branch进去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一下你的栏位 或者是某些你变成的那个graph 它的size变大变小 你可能最好是在推之前 进去之前 进branch之前 你就会知道答案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使用一个叫 Infuse AI开发一个叫pipewriter的一个工具 它open source 所以基本上它在co-review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帮你把branch A跟branch B之间 去做个比较说你这次的改动 大概栏位哪些增加哪些减少 然后大概变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在讲的是说 我们的知识图谱跑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最终答案说 它就是对的 它就是错的 所以我们能唯一做的事情是说 假设我就拿知识图谱来跑之前 没有建造这个大的知识图谱之前 跑推荐的时候效果有没有提升 或者是说某一些AI的application 就是我用它效果有没有提升 那来间接去量测这件事情 那为了量测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这边是使用MLflow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目前的model这些去做一些调整 那目前的performance的变化 我就可以跟code连在一起 所以我就知道我之前调 这样是变得好或变得不好 然后最终这边要讲的是说 所以在这件事情 我们都还在就是underweight 就还在进行中 那我们现在有些进行一些验证的成效 然后验证成效这页想要讲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在描述给大家听的说 其实最下面这个大的绿色这个graph 我没有把握 然后我点的是不是就是没有瑕疵 也没有错误 但是它至少要对我们有所帮助 对某些事情要有所帮助 所以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上面左上角这个蓝色 它现在其实例如说是做VOD推荐好了 然后VOD推荐本身就有一个自己的演算法 然后它是吃这边的知识图谱跑的 我现在用下面这个更大的知识图谱来跑 我告诉你说有一些边边的一些资讯 Side information 那这样可不可以帮助你提升做这件事情 然后简单来说答案是有的 好 我们现在实验中其实不止两种 就是我们现在这件实验有点太多 很复杂 那我先挑一样 就是可以比较容易清楚说明的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alignment的方法 然后把VOD跟TOV的知识 VOD跟TV的知识图谱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第一个是REC 然后REC是已经有paper可以去implement这件事情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那是用sentence blur跟line去合的 line可以cover的部分 line是一个演算法 然后line不是application line是一个演算法 然后演算法的方法是去猜说 一个graph里面点跟点之间的相似程度 然后它的观点程度是多相关 然后sentence blur的话就是说 从语意上面去了解说 这个title跟description之间 会不会title A跟title B是很接近的 然后我们以这两个东西为依准 然后去建了一个新的approach 去跑这些事情 整合之后我们其实用同一个演算法 就KGCN KGCN应该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到 就是一个也算比较知名的 用knowledge graph上面跑一些推荐演算法的一个方法 那下面是一个评比 那评比的方法就是 它们相较于original的graph 就是都没有加强之前的这个graph之前 它的precision跟recall到底是减还是加这件事情 那我们目前得知的是sentence blur加line 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 都有一些提升 但是也有下降的部分 那现在就还在调整之中 那这是 现在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些信心说 其实提供这些sign information的时候 它从刚刚讲说 symbolic大概有六七成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方法 可能heuristic也可以到七八成 然后我们至少再把它变更好了 我们再加更多资讯的时候 没有很糟糕地把它又降回 变成只有四五成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 其实还蛮常发生的 加越多资讯 有时候效果反而变更差 那anyway 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中 慢慢让它 其实可以往前前进这件事情 好 所以这整个四个步骤讲完以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今天整个讲的内容 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在于 怎么打破data silo 还有处理data resolution这件事情 说将不同领域的一些metadata 或资料整合在一起 但是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大概学到一点是发现 里面的弱连结 其实会通常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它里面的东西可能是 跟你一开始不会预料到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当时对其使用的方法 可能先从symbolic去想 然后后来加入了symatic 然后后来加入links 然后主页加上去 然后慢慢地就觉得 其实都有它的效果 那我们最后面也做了一些实验 就发现 就是结论就是 其实Andrew Nee 就是现在Deep AI的那个大佬 那基本上他可能前几年就提过了 一个data centric AI 它基本上它的核心思想概念就是说 相较于古典的AI 就是大家都一直不断地希望 去optimize这个演算法 就是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到了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去optimize 我们手上有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case 就是也验证了这件事情 说OK 我只要把quality稍微提升 就算不换演算法 也可以提升它的一些performance效果 OK 然后今天的take away就在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摊位 那我就先把它放在这边 让大家知道 就欢迎大家可以来摊位这边 逛一逛或聊一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